台北市日前进行批发市场的大规模筛检 民众必须使用PCR阴性报告才能进入市场 7月15日后则要用以施打完成的疫苗证明为主凭证入场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由于健保卡读卡机的负担很大 要找Yolo卡公司来合作 采用Yolo卡的模式B卡进场 我们目前台北市的批发市场 一天出入的人数是1万人 如果每一个都要用插那个健保卡 2、3下那个读卡机就坏掉了 所以终究还是要用我们最熟悉的 要购那个捷运闸门的时候 那个悠游卡逼乘车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必须要找优卡公司 来做这种场域内的废源卡 然后资料放在云端 然后这云端要定期你知道 健保资料库灌进来 因为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出入 因为有名册嘛 所以有那个身份证字号 然后这个健保资料库要把 符合这个身份证字号的 那个打疫苗跟做PCR的资料灌进来 这样 你在经过那扎门的时候 一逼就会上去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不见得到 北冬批发市场的每一个都是会员嘛 对不对 我还是会有零散的 那怎么办 那些人就 也许真的要插健保卡 可是刚才讲过 健保卡 要插你知道 那读法剂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另外一个是 身份证少调嘛 比较合适 可是我们 这个一样 要借接 内政部的系统 跟 衛福部的这个健保资料库的系统 因为那个身份证字号 你知道 跟那个健保卡 是有 有联络关系的 柯文哲严历 制作场域内的专用卡 把资料放在云端 和健保资料库借接 至于零散的客人 则可用健保卡 或身份证扫码 但仍要结合中央系统 全面一化执行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